我今天要講的故事是小紅貓 外婆在睡著小紅貓去看外婆 有一隻大眼狼看大人 他問小紅貓說 你要去哪裏再接話去 小紅貓就說 謝謝你我來去外婆家 小紅貓去摘花了 然後帶來就趁小紅貓去摘花的石頭上趴走 然後去外小紅貓為婆家 他就趁小紅貓的聲音說 說外婆我來了 然後外婆就打開著 結果大眼狼 他就把外婆吃掉了 然後小紅貓又來了 小紅貓說 外婆我來了 然後外婆就說 外婆的樣子 然後小紅貓就說 外婆不常人的眼睛 尾巴這麼多大大的 那個大眼狼就說 應該是你看錯了吧 你可以進一眼看我啊 然後帶你去 然後小紅貓就被大眼狼吃掉了 然後有一個小紅貓 有一隻 有一隻 有一個 畢人 經過外婆 小紅貓外婆家 有一個小紅貓 他就聽著在龍貓的大肚山 他就打開 在龍貓外婆家的門 外婆家的門裡面 裡面 裡面有一隻帶雅 他就 他的大捷上 把他的肚子解開了 他就 他就 裡面有 小紅貓跟外婆 龍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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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然後 小紅貓跟獵人 他就去 把兩個大石頭翻來 放在大眼狼的肚子裡 大眼狼起來的時候 就覺得肚子很重 他要去喝水 結果 肚子裡面的石頭太重 他掉到水裡面去了 所以大家要讲完了 好很棒